頭馬你覺得他怎樣 其實他做得相當不錯 但當然他還是比較新 我想他有很多要學習改善的地方 我覺得他在直路推騎和打邊 那裏有少少改善的空間 因為當他推騎打左手給的時間 就馬會有少少向內傾斜 這樣就要修正 所以那裏會做得較好 當然建習騎士現在很優勢 因為在外地贏了120場 馬回來香港再讓10磅 這馬贏了加幾分讓10磅 其實比上次更優勢 只要有一定的水準交出來就贏了 就不代表騎術去到很高的層次 有否覺得特別一點 因為黃俊開齋 但為何不是訪問騎士 就訪問了這馬的連馬斯 因為苗麗德是很保護的徒弟 其實上陣之前的記者會 苗麗德都說過 希望給多些空間給徒弟 今天贏了馬 他也特別解釋 不是不想讓他訪問 但希望他沒有那麼多壓力 給多些空間 所以訪問不到 可能要過一段時間 我們才能訪問這位建習生 也對 相信今天黃俊贏這場馬 我視覺看來有點緊張 因為南澳洲跑馬的片段 放鬆一點 今天贏馬的時候 正如容天鵬所說 有少許的修正 都做多了幾多事情 但可能知道隔壁是莫裡拉 不免緊張那些 西場和大場的分別 真的有兩回事 南澳洲那些 講水準跟香港有什麼距離 是呀 南澳洲有時候 其實黃俊騎到後上馬 揮灑一點 就不是今天說 好像也挺緊 但去到後面 即是後面場設 其實我得情那些 似乎放鬆那些 當然還是走快一點點 但都很容易的 是呀 始終兩地的水準 都有很大的差距 不過都叫今天 有一個好的開始之後 希望一直 其實都馬人一樣 需要時間適應 今天已經有一個好的開始之後 尤其你今天都看到 到了季尾階段 在這些場合 減10磅的優勢 真的差很遠 不愁寂寞 現在只有一個10磅仔 不愁寂寞 7磅都沒有 5磅的 已經是好便宜 兩槽頭馬 尤其你見到 有些主動的優勢